香港大學我的母校 培約了無數人才 今天我訪問的嘉賓 他是一位港大醫學院的畢業生 當然畢業就做醫生 但是他也是一位教授 教了無數的杏林國手 這一位就是我們 港大鎮山之寶的楊子芝教授 教授,每一個學生都有志願 你讀書時是否有志願是做醫生? 對不起,不是 因為我讀小學時 即是現在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我有很多幻想、很多夢想 當時很仰慕科學家 拿到諾佩爾獎 或者背負政治家 改變國家、改變社會 所以當時我打算要不就做政治家 要不就去讀科學那方面 來改變社會、改變世界 那為何會轉去讀醫科?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三年零八個月 香港淪陷,我就沒有書讀 除了讀了六個月書,就沒有書讀 我實在中學大約讀了不夠三年中學 就入大學了 變成那些科學根底就完全沒有 除了計數 因為數學,我爸爸很喜歡計數 爸爸教我,我計數 但是文學方面 看見中文、英文,爸爸也有教我 但是我不是特別有興趣 所以發覺,到了四、七年 去大學的時候 發覺如果我讀文科或讀理科 我可以入到大學 但是我最多一個普通的畢業生 一定不會拿到第一屆課的 就是藝術和科學 但是就不需要編科特別標籤 第二當然是受我大哥、二哥的影響 因為他們兩個都在香港大學讀醫科 嘩,你全家都很厲害 爸爸也在香港大學 阿哥哥也在香港大學 厲害 不過很不幸運 我二哥讀到第三年級 在打仗 然後就入了內地 在內地 在齊老大學那裡 就覆車就死了 所以更加影響我 一定要繼續他的為之 繼續讀醫科 所以就選擇讀醫科 你覺得現在讀醫的風氣 跟你的年代有否分別 現在的學習模式不同 跟我們讀的時 我們讀的時當然是面對面 我們讀的時 那個領導模式是很重要的 現在就行能網上學習的機會多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 那個領導模式的地位仍然在 因為面對面 你看到你的先生的作為 那個行動 就是一舉一動 你的學生都有感染 感染了學生你不知道的 因為我們那些學生的 presentation很好 他們的思維很快 吸收知識很快 唯一 現在年輕人 你都不怪他 你不可以自己 以前我們當值 48個小時 不能睡覺 不出聲 現在不可以這樣了 是嗎 對 現在很重要 他們的生活和平衡 工作和平衡 很重要 我看到現在很多學生 考DSE 考得成績很好那些 不過大家都說想做醫生 在這方面有甚麼忠告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事 但他們就要記得幾件事 第一 為何要做醫生 我經常都說沒有忘初衷 他們如果做醫生的初衷 就是要來幫助病人 研究新的病的原因 現在好像COVID一樣 醫治 服務社會 現在今時今日的讀醫科 有很多出路 不是做醫生那麼簡單 除了醫生之外 可以教書 可以做研究工作 Nobel Prize 也有Nobel Prize 因為醫生在醫院 以及社會服務 各樣都可以做 所以他們就要知道自己 是興趣在哪裏 同時的出路是很多元化的 第二 醫學今時今日 就不可以說 今天的方法 就等於明天的方法 即是日生願意 一定要有繼續學習的精神 不是就很落後 落後給別人 就算你是所謂的名醫 但是你的東西很守舊 你沒有用的 第三 他們就是 除了自己的職業之外 如果有能力的話 就應該要眼光看闊一點 一定要關心社會 對社會其他問題 可以貢獻 就已經有繼續貢獻